惊险的画面也是个不幸的事件 只是大陆极限运动网红 他叫做吴永宏 上个月挑战攀爬62层楼高的大楼 却疑似因为体力不支 不幸的放手就坠楼身亡 那么坠楼的影片曝光 令人相当的震惊 其实呢 他很快就要跟女朋友结婚了 这次疑似是跟厂商谈合作 为了45万新台币的报酬 才会完命拍影片 而这样的极限运动 有玩家就透露 为了要挑战刺激 很少会做防护措施 但事先必须要做好准备 还要学会克服心理障碍 但即便做了再多的准备 却没有办法保证万无一失 身体紧贴大楼外墙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只靠双手支撑 他是大陆极限运动网红吴永宁 挑战攀爬高楼 没想到下一秒 失手从62层楼高的顶楼坠下 大陆媒体曝光惊险画面 也成了吴永宁的最后身影 年仅26岁的吴永宁过去就曾拍过不少 挑战高空极限运动的影片 在网路上累积大批粉丝 根据大陆媒体报导 这次传出他疑似和厂商谈合作 为了台币45万元的报酬 再次玩命却失手坠楼身亡 其实挑战极限运动背后的安全性 有一些外人看不见的秘密 玩极限运动的特别的地方就是 你必须先有一定的体能 再来就是胆子要大 国内拥有五年经验的极限运动教练 也经常挑战高空攀爬 但追求刺激的背后可得经过反复训练 我可能会站到三楼的女儿墙边缘 可能往下看十秒钟 训练自己的控制那种恐惧的胆量训练 除了平常的体能训练 事前还要先彩排场刊 甚至得评估体力心理状态气候等因素 将状况调整到最好 才能将危险系数降到最低 玩家挑战极限运动 满足刺激快感 但风险很高 即使做好万全准备 高手也难保万无一失